山东律师李金兴 他因为代理维权人士郭飞雄案 被广州的天河区法院建议 当地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 对李金兴进行处罚 暂停律师资格一年 不过呢 济南的司法局认为 应该是要吊销李金兴的律师执照 而且很可能要马上来走程序 美国之音试图要联系李金兴律师本人 不过目前为止仍然无法联系上他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和李金兴一同 为郭飞雄进行辩护的张磊律师 来介绍有关情况 张律师您好 你好 是张律师我们知道 济南司法局要吊罩的原因是认为 李律师在为郭飞雄辩护的时候 扰乱了法庭秩序 您当时庭审的时候其实也在场 到底李律师的什么作为 会让当局要来处分他呢 我认为李金兴律师 和我们其他的三位律师 都没有扰乱天河区法院的 法庭秩序 问题就是首先要看 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庭秩序 它是一个合法的法庭秩序 还是一个不完全守法的法庭秩序 就是在庭审 不少违法的地方 我们确实提出了抗议 就比如说他变向的不公开审判 他不准律师 辩护律师复制核心的视频证据 然后他的法庭在押送郭飞熊的过程当中 对郭飞熊有伤害有虐待 我们在法庭上都提出了这些问题 并且我们基于这些法院他违法的地方呢 我们也要求天河区法院回避本案 和审判法官回避 这都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职责 我们也都是依法提出来的 但是法律都没有缠纳 是张律师我们也进行了抗议 对我们知道您是依照法律程序 来进行相关的抗议 我们也注意到了当局实际上 在广州天河区法院 因为郭飞熊孙德胜这个案子 已经先后的要求了中国各地的司法局 来处罚律师 我们看到已经知道 被司法建议过的这些律师 包括了山东的陈光武律师 上海的张雪忠律师 还有广东的葛文秀 葛永喜律师 同样作为郭飞熊案的辩护律师 您本人有没有收到类似的通知或警告呢 跟我们谈谈您的处境 我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 这方面的通知 是张律师 那我们也看到了 您刚刚也提到当局在这个处理方面 有很多比如说变相的不公开审判 有很多的不公现象 我也相信相关的律师也会针对这些程序 继续的来提起抗议 不过现在大家注意到了李金星律师的处境 就我们了解 现在在中国各地有许多位律师 发起声明要来声援李金星律师 甚至还有人说要来担任他的委托人 来参加听证 参加他的诉讼和维权 在北京还有一位杨学林律师甚至说 如果李律师真的被吊销执照 他要捐出10万元人民币 来帮助李律师来创业 这些声援 您的看法怎么看 那么这些声援有没有可能 给当局任何的压力改变他们的决定呢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李金星律师 他根本没有扰乱天鹤 去法院的法庭秩序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我们虽然进行了一些抗议 对法院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一些抗议 但是我们是理性 克制 节制的 我们在法庭上提出了抗议 并且我们依法进行了一些坚持 我们就是履行我们的辩护职责 也是依法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这个过程当中 法院的法庭秩序并没有被扰乱 然后他的法庭审理也继续进行下去了 并且完成了庭审 所以他不存在法庭秩序被扰乱的 这么一个前提事实 现在山东省司法部门 找借口来 找以这个为借口来处罚李律星律师 我觉得很明显是一种职业的打击报复 所以现在全国很多律师 对于这种 感觉是很气愤 不能忍受 所以各种方式表现出 对李律星律师的一种声援 我认为这个是 广大律师对于迫害的一种自然反应 对于迫害一个非常正义 非常优秀的律师同行的一种自然反应 是 所以您认为当局的这些所谓的司法处分 或者威胁 不会对维权律师 或者是包括您在内的相关律师 产生太大的威吓作用 这个整体形势 它有各种各样的打击 比如说出台这种新的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 这个对律师的约束是越来越多的 我认为这些 它其实都是违反了联合国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也违反了中国现在有效的宪法的一些规定 当然对律师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 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不是由我们律师来决定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张磊律师 感谢您抽空 接受我们美国经营的访问 谢谢您